總統傳聞 今天早上在總統府裡面 這麼快來台灣豐盟的索馬里蘭 外交和國際合作部部長瑞格沙 外交和國際合作部部長 在亞洲和國際合作部長 歡迎提供台灣公司 來投資和索馬里蘭 在早上晚上到早上去 索馬里蘭不曾在國際社會 像台灣生人 雖然要不斷高 不過在2020年已經 給世關的代表處 這次是建立相承的關係後 索馬里蘭的外交部長 第一次來台灣 還有他們兩國各地的水安 另外台灣送15萬個 外交團業廟也已經穩告索馬里蘭 新朋友已經變成好朋友 索馬里蘭成為台灣 在東非地區拓展非洲計畫的重要據點 未來台灣會跟索馬里蘭 以及其他國家一起努力 建立具有韌性的防疫體系 為國際社會全球防疫 做出更多的貢獻 剛才和副總統記憶 瑞格沙也會和台灣的外交 經濟海巡頂頂頂部會收場記憶 希望在國際掌握 自行公約和海上安全頂頂的方便 可以向台灣合襲 而且這社會有留意須的立場 台灣和索馬里蘭也要從不一樣的面向來 加強合作 好勝負情意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從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